Hello 大家好 我是Zoe 今天这个视频呢 是一个非常的赤裸的视频 不是说我这里赤裸 是比这个要更赤裸的 我的基因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我的爷爷是被收养的 很巧的是柯瑞安的外公也是被收养的 我第一次知道这种产品呢 是去年我在美国的时候 柯瑞安的外公他用了这种产品 因为他18岁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是被收养的 结果呢去年的年初 他居然通过这个产品找到了他的亲生弟弟妹妹 重点是今年的2月份是他外公的80大寿 然后在这一天呢 人生第一次跟他的弟弟妹妹们见面了 他的弟弟妹妹呢也是60多70多岁 他们不知道自己有个哥哥的存在 他们只是想说测一下基因 看一下身体状况而已 所以呢虽然这是二三末方的赞助视频 但是就算他们不赞助 我也很想去分享这一个产品 我希望更多的人去用 希望这个数据库会越来越大 可以帮助到更多走私家人的朋友们 找到自己的亲人 通过这个产品呢 我知道了我的血统 有没有混血 运动的基因 遗传基因 还有一些很有趣的板块 像皮肤管理 我是怎样的皮肤 我需要什么营养 就非常的全面 那么我先介绍一下如何去用这个产品吧 你在网上订购了之后呢 他就会把这个盒子寄给你 非常的小 然后把它打开 他的介绍非常的详细 使用的步骤呢也非常的简单 一个是绑定采集器 就是我们要下载一个APP在手机上 绑定这个采集器上面的一个号码 第二个就是吐口水 第三个呢就是把这一个盒子原包装这样寄回去 那我现在展示一下如何去正确的吐口水 打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管 长这样子 上面这个口是比较大的 然后对着这个口吐口水 一直吐吐到它这里这条线这个地方 大家不要看那么少 我好像吐了两分钟 吐完之后呢把这个悬下来 把这个盖上就可以寄回去给他们了 非常简单对吧 我以前还以为要去医院抽血呀 做一系列的那些机器检查什么的 才能知道自己的基因 结果原来就那么简单 OK我把这个收起来 因为这一盒我打算给柯瑞安用 这样才可以知道我们以后要是生宝宝了 宝宝会有哪一些遗传 我的那一盒呢早就寄给了他们 现在我在APP上就可以看到我的结果 我跟大家开始讲一下我的基因吧 OK先讲一下我的主缘 很多宝宝对我是不是混血非常感兴趣 我的民族血童 百分之九十一点四六都是南方汉族 百分之六点五七是藏免族群 百分之一点七三是蒙古 通古斯 正确答案是 我是百分百的龙的传人 但其实这也说得通 因为我百分之九十一都是南方汉族 南方汉族跟北方汉族是不一样的 长得也不太像 南方汉族的特点呢 这里也有写到 就是眉毛跟眼睛的距离会比较近一些 颧骨也会比较高一些 眼睛呢也会普遍比较大一些 就看起来有一点混血的感觉吧 好下一个呢 因为我是运动博主 所以我想先讲一下运动基因 这一块它也是比较全面的 第一项是力量和耐力适应性 我是百分之二十九力量运动 百分之七十一是耐力运动 这个挺准确的 因为我平时运动的时候 我可以运动挺长时间 下面呢还有四个项目 我的肌肉组成和大多数力量型运动员不一样 力量型运动员就是举重运动员 或者短跑运动员 我的大多数肌肉更多是慢肌 快肌呢就是比较粗大一些 爆发力比较强 收缩的速度比较快 慢肌纤维呢就相对比较细一些 爆发力呢就比较弱一些 所以就算我觉得自己已经在抬非常重的哑铃了 我的肌肉也不会变得特别大吧 最大摄氧量呢是较高的 最大摄氧量这个项目呢挺重要的 因为它是评估我们心肺功能的一个指标 是可以通过训练去提高你的最大摄氧量的 经常运动的人呢 他的最大摄氧量就会越来越高 他的心肺能力也会越来越强 所以呢这个基因就是告诉我 我其实我的最大摄氧量是较高的 我可以更多的去发挥我的有氧运动 更多的去训练我的心肺能力 然后我想讲一下锻炼反馈 这一个减肥运动收效 我呢是较慢 基础代谢也是较慢 这个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我的瘦不是天生的 不是靠基因 是靠我后天的努力而得到的 这就是证据 关于运动健身呢 还有其他的项目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但是你可以从这里面去了解到 如何去更好的结合你自身的基因 自身的条件去更快速的减肥 比如你做完这个测试之后 发现自己的有氧能力其实是很强的 但是你平时运动没有两下 你就开始气喘吁吁 是为什么呢 说明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就不是很好 你没有把你的体能发挥出来 所以你可以靠更多的训练 慢慢的去把你这个潜能给发挥出来 还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去挑战一些大重量的举重 发现自己的进步非常慢 那可能就是因为其实你的慢机比你的快机要多很多 看一下我的遗传特质 这一个挺挺好笑的 夜臭87%的可能是有夜臭 那我是那个13% 乐感不错 我要唱一首歌给你们听吗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at's going on the way 重来 Is it good What Serious No 我爱你 我爱你 我不要小 No Probably gonna cut this out 剪掉 你就是我的唯一 唱歌真的不好听 长寿的可能性 95岁以上的可能性一般 其实我觉得这一个我也不太在乎 活到95岁那是好老了 我还是希望我在年轻的时候可以好好的生活 把握好每一天每一分钟 过好我最精彩的这些时光 能不能活到95岁对我来说没有很大的意义 看一下我的抗老能力 我现在应该要关注这些东西了 抗氧化是比较弱的 抗光老化是中等的 皮肤的弹性也是中等的 这里还介绍了一些我适合用的护肤品 抗晒黑是弱 难怪我那么容易黑 最后要说的是遗传风险 这一个板块有46项检测 这一个是我觉得最恐怖的板块 我都不太想跟大家讲了 看到这一些真的是 让我会更加去关注我的身体 真的要好好的爱惜身体 坚持运动 吃好的 喝好的 睡好 减压 曝光几个我比较容易增加风险的一些变异味点 毒性弥漫性 甲状腺肿 腰椎肩盘突出 我有变异味点 这些里面都有详细的一些报告 然后如何去使用这些报告 要如何去注意这些事情 这些我要一个一个的去了解 预防万一 好吧 这里面还有很多项 但是我就不全部都跟大家讲 而且呢 他经常会给我发一些notification 通知我 他们又有检测出新的项目来 或者让我去参加一些调查 非常简单的调查 比如说你是双眼皮还是单眼皮 你只要点一下双眼皮就OK了 他们就收集很多这些数据 再结合我的基因 然后给我一个新的项目的报告 所以呢 我会一直保留这个APP 因为可能一个月后 一年后 我这上面的信息又会有所更新 OK总体来说呢 我是非常鼓励大家都去做这个基因测试的 因为我希望这个数据越庞大越好 这里面其实我现在几乎每天都会有发现新的表情 我的五代级以上表情 还没有看到更加轻的表情 分布全国各地 但是大多数在广东 有两个在台湾 最后要感谢大家听了我那么长的一个广告 也不是广告啊 听我闲聊 暴露自己的身体状况 好 那我要在评论里面 我要抽取三位宝宝送出三个礼盒 让你们也参加这一次的基因检测 除了这三个呢 我还会送出一些补贴 鼓励大家去做这个测试 详细信息呢 我会写在评论里面 好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呢 不要忘了点赞评论 还有分享 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身体状况 OK 谢谢观看 拜拜 下期见 下期见